欢迎来到周三的疯狂华尔街 那么今天股市终于跌了 昨天我曾经是说大户看不懂 因为美国的ISM制造业指数进入了衰退 但是股市硬生上涨 但是今天大盘在野伦讲完话以后 开始走低了 杰老师刚才我们在看CNBC 就是咱们洛杉矶的Sambadino 离我们这边也就是十几二十个月发生了一件大事 CNBC也一直在报道 你觉得这个也是造成今天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原因吗 只不过应该是原因应该是非常小了 因为我们昨天的话所讨论的就是说 这个12月份的行情 如果按照昨天那种节奏要上去的话 它没有一个下领线 这样的话并不是十分的完美 但今天开始调整了 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 只不过说借助着这方面的消息 有可能就是说带给投资人一些不安定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CNBC如果说一直在报道 这就不是一个小事 那对大家的心里也有产生一定的阴影 因为这个我个人觉得这种恐怖主义时机 特别是在美国枪支自由的国家是很难防范的 对啊 随时都可以踹把枪就扫啊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因素 另外的油价也是一个因素啊 油价今天曾经盘中一度跌破40元的关口 那我也在啊 我的DWTI呢也做得非常不错啊 我跟您这样说啊 当然这个当中的苦辛酸苦辣是真的是太多太多 因为从129进场一直跌到80级 然后又反弹今天到150 所以总体来看今天的这个油价的storage 就是存货的这个数据还不是好 另外呢就是美金上涨到150 这也是对油价啊 commodity啊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综合几点呢 就是恐怖主义野人讲话比较鹰派 所以我们得加息了 那油价下跌啊 股市也也今天Netflix也是到了129块半 到了130以后又开始回落 所以今天啊行情来看的话啊不是特别的好 另外呢啊有很多股票啊 嗯啊原来昨天涨得很不错的 看来就是一天行情 就是ATV啊 德哈尔啊包括KBIO啊 啊待会我会说一下KBIO 包括Varia Pharmaceutical啊这些啊我们散户非常玩的这些股票呢都啊不是很好 对 你怎么看就是今天的特别我觉得这个ERY啊 ERY Elephant Richer Yellow 我希望导播待会放张图好像有点像头肩底的这个形态啊 非常非常Bullish啊同时像VXX TVIX UVXY今天我们也有位朋友呢在我微信上说王老师UVXY的VXX你今天怎么被怎么布局啊 嗯在盘前我觉得这位是高手 因为呃有很多人朋友都对VXX感到绝望啊呃我觉得这是一个一个机会 对呃刚才呢我老师呢跟大家呢谈到了一些股票 那么首先呢我从这个Netflix的这支股票来来看 而今天的话呢它如期创作了一个新高 呃那么短线上的话呢有一点点的这个获利回土盘一个出现 但是整体上来讲啊还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我们的VIP当中跟大家所强调的呃它仍然是一个右侧股 那么整个这个趋势和节奏啊仍然是看涨的 那么对于这种右侧股来讲的话呢只是一个有支撑 无主力的一个行情 所以说我们在日后的行情当中呢呃我们还继续的关注啊这档股票向上的一个推动 然后呢呃介入的话我们只要是找到它的找到它的支撑啊就好了 至于主力的话呢因为它整个的是一个向右侧发展的 所以说暂时呢我们就认为没有没有主力 那么这是从一些个股给我们呃反映出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些呃一些动态吧 整体来讲的话从这次股票来讲的话呃今天是非常抗跌的 嗯嗯因为我观察到所有的一个观察列表呃也就是说这个找盘这个WINWINN 今天赌场类板块全线上涨我要补充一下今天赌场类板块的上涨于这个赌场的数据有关 嗯赌场数据连续15个月还是都是显示下跌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市场上有一种逆反心理就是觉得 可能对对对可能就差不多了所以今天WIN啊LVS啊MPEL啊啊这些MGM啊都涨得不错 特别是WIN呢反弹了3块钱从60块钱一路反弹到70块钱嗯嗯你像另外一档股票啊 FIRST SOLAR啊这档股票呢今天这个行情呃也是蛮大的也是拉出一根阳线 然后呢这个短线上尾盘呢我们看到获利回吐 但是这个获利回吐应该是属于那种呃少数群体 整体上来讲的话呢仍然是可以继续往上去看 因为我们在这个通过技术上研判呢我们给这个FIRST SOLAR这个目标呢暂时的定定在这个65到70 那么我就我觉得呃这档这档股票中文投资网的这个VIP会员应该是授亿最大的 因为我们是看着他从50多块钱一路啊呃一路起来的 那么对于一些呃刚才沃尔老师所提到的一些这个小盘股的一些一些走势啊低价股的一些走势呃都是像一种一夜情的那种啊 昨天大涨今天呢就突然之间呢呃就是那个变脸了 嗯对所以说短线上的话呢 我们仍然是要看一下 因为从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ATV来讲 昨天收盘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收到这个19块今天开盘的时候呢 就开在15块多啊 那么短线上的话呢一路啊走低 其实他就是做一个对短线上的一个超买节奏做一个修正 我记得昨天老沃尔老师一台盘中我们探讨说想要空这只股票但就是借不到 嗯他盘比较少 另外我想跟投资朋友分享一个观点呢 这类股票呢我们作为散户呢又爱又恨怎么样去把握这种啊 就是可能第二天就没有后续买盘的股票 比如说我最近买了好几个KBIO的股票都不是很成功 像AEZS IMCUR很多朋友拿在手上 抛又抛不掉又找不到好价格啊 呃留的呢又是鸡肋啊 这种股票随时都可能沉迷啊沉闷很久了 那么很多人都会被套在里面 这就是做股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呃很大一个疑惑 第一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呢 投资朋友一定要注意就是可能止损的快止盈的慢 这是非常难做到的 就是说能够抓得到利润啊 第二呢我觉得有很多股票它没有故事性 像KBIO它就具有一个故事性啊 那很多朋友对哎王阮你怎么看KBIO 它会不会跌 我觉得KBIO跌会十块钱 这种概率也是存在的 股市当中什么都存在 那么怎么样看你对这个公司本身的一个了解 我觉得KBIO如果说持续下跌 它一定会有一次大的反弹 一次大反弹可能就是50个不散的上涨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公司有信心 特别KBIO它的从它的股权结构 400万整整流通的话 只有一百二十万 四七二二十八两百八十万是那个 马丁西克莱利持有的 那么第二它存有两个药 一个是Face 2 一个是Face 1 当然坦白的讲这些药现在它的价值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从它的这个股票的特性各方面 我觉得是越跌越满 但是对谢克莱利的一些概念股道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一天的行情 包括像ATV啊 像昨天的德哈尔啊 这些都可能是一天的行情 我们需要有延续 第二第三一定要有新闻 就是如果没有新闻 像AZS他上周日的时候还被那个 马丁呢去扁了一冲 这个股票拉起 结果第二天就暴跌 我砍了以后呢 第二天还发条新闻呢 又涨回十一块钱 对 所以我觉得三大要素 一股权结构 二它的故事性怎么样 它的故事有没有持续性 第三 好 比如说华尔街当中 Shore squeeze啊 B空行情啊 这些非常drama 好 另外马丁西克莱利也是个名人 虽然不是一个好人 但是是一个炒股高手 所以大家都很崇拜 第三呢 就是新闻有没有 那像ATV这种新闻一结束 它涨了那么多 很多的就获利回途 因为有很多投资人 他想赌明天 会不会跳空高开 他想走 所以其实呢 这个这些小盘股呢 是一种叫博撒游戏 博撒游戏 就是说谁能够把我的价格买进去 他想找一个能够卖得更高的 对 那么但是呢 散户呢 对他又爱又恨 因为这赚钱快 亏钱也快 所以我觉得不适合特别的 我们不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可以说 因为这个是股市当中一个exciting的 一个让人兴奋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不得不说呢 不得不承认呢 其中的风险 是一个博撒游戏 但是如果你能够抓住一个真正的明星 Superstar 叫马丁 许克雷利 盘又小 然后又有价值 然后他又可能turn around 又可能有一些新闻 很会造新闻的 因为许克雷利 他有一个视频 每天在那边弹吉他 还有拿个特恶心的 就是拿个餐巾纸吸鼻涕啊 这样子 对特别的逗 你可以去看他就上来啊 打打游戏 说啊啊 就很可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娱乐 娱乐人物 那么这种我觉得 像今天有一个股票 就是Opera Whitney 他投了这个WMT WTW 对这个股票从六块钱 一路涨到二十三十块钱 那今天有谣传说 他投资这个 亚方AVP 那被他否决 他说没有投资过亚方 那这个Opera已经变成股神 所以Zero Hedge 包括我们网站 都把它称为说 这是和卡尔伊肯 一样的华尔街高手 就是一说话啪就涨 你看最近很多股票 像卡尔伊肯的VOTC 像这个索罗斯的另外一个股票 我都忘了 代号像这个Opera Whitney 都是一些名人 像马丁·舒克雷利 这些都是名人 入股 这个是现在的一个特征 至于明星效应 就像我们中国大陆的赵薇一样 是吧 赵薇所有的股票 包括中国创意 也是涨了很多 只要有赵薇入股的 一定能大涨 这个我觉得 就是市场上有这种明星效应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把握当中一些规律 那随之而来呢 就会有一连串的 旁边的虾兵虾将全出来了 对的对 就是顺风操作 那不得不说我们散户 特别是一些油资 有散闲钱 也不想买巴菲特的股票 也不想做价值投资 想快欠快出 那么就纷纷盯上了这些 浑身有烧味的 这些这些烧味的都是夜勤 越炮越玩了就再见了 你要第二天再跟他搞 就没得没得机会 他跑了 所以我觉得投资朋友 一定要把握住 这种当中的节奏 首先我们得抓住明星 明星不会搞一夜勤 没有那个空时间 第二这种一夜勤股票 第一天打做day trade 明天再涨也和你无关 像EFUT 从4块钱涨到7块 然后胖胀一下 跳到23块 现在多少钱 11块 对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节奏 散户朋友 今天的视频呢 是应该是你一生当中 必须要看的 因为我们都喜欢钱 我们都喜欢能够抓到一个 这个没有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 或者说比较少的人 不喜欢说能够抓一个大黑马 但是这些大黑马 也伴随着一些规律 像我们给大家解释 这些规律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 不要错过这种 如果特别有概念性 带向WTW 这个Waywatch 像VOTC 这些暴涨都有好几天的 但是有些朋友买了 一阴早 一阴 考一考进去 也是涨得很慢 然后涨完以后 涨到两块都涨不上去了 哗哗哗哗哗 跌成六毛钱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投资朋友一定 天天在VIP里 请教杰老师 也没啥意思的 MCUR 有没有希望 AEZS 有没有希望 我觉得最重要 投资朋友 就是不肯认输 就说 我算了 亏个300 亏个500 亏个5000 这也是没办法 因为你要抓紧 下一个目标 对 现在 在这些垃圾股炒完以后 油价就开始动了 你看DWTI 那这也说明 短期顶部的一个来临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一个 如何去辨别明星股 零涨股 如何去把握这种元素 这个非常重要 我个人觉得 这个是我的经验体会 不是说十个股票 这个代号里面 有很多花样 有很多故事 你说呢 我同意这个 吴仁老师的 这个看法 这个就是说 针对小盘古的操作呢 不能和这种大盘古的操作 风格要保持一致 而且呢 我们就像 就像就是 猎人一样 就是瞄准了 开一枪就好了 你开几枪的话 野兽过来了 对 我觉得在这个把握当中 大家还是真的要 我不能说我是perfect 其实坦白的讲 你说那个 KBL我是好后悔的 因为我 我买进的时候是十块钱 我十四块就抛了 他当时我非常看好 但是 这个盘中的波动啊 可以说是玩心跳的游戏 两块钱上下 怕怕 那我觉得我还认为啊 我认为啊 我现在有七百股 现在被套了 但是我一点都不急 我是宁愿 股市当中有一种最高的境界 就是自决被套 就像就像 他们看的那个 阿克曼 看的那个国内的跌 跌爆撇 为了 为了同志们的安全 自己投 进去了 进牢了 自我干的 是为了牺牲自己 保护同志们 那在股票投资 也有一种 最高的境界 叫自觉被套 自觉进去套 套住以后 他就等大赚特赚 也有这种 我真的不需要催的 这是国内啊 很多股民啊 他们人太多了 所以各种智慧都有 这种是自觉被套 我个人觉得 就是跌到27 买一点 下面22再买 17再买 我觉得 单就这个盘子 120万的盘子 像我这种自觉被套的 就要是 每个人干5500 就把他的盘子给吸干了 对 然后只要有新的买牌进来 只要有大牌一上去 那每个人都被解放了 可以这样说 真的 我认为就是 第一 我来分析这个问题 是Corelli不是傻子 他是基金经理 他那么高调的做一些事情 他都请教过律师 不是傻猫 这些所有的事情 我看他都是合理合法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SEC也没把他牌给停了呢 说哎呀 这个股票怎么100倍啊 怎么回事 所有做的事情都很对 第二 他不想让这个股票 一下子就变成80块了 那 激起民愤 激起SEC关注 那这个股票 一定是大涨以后呢 慢慢慢慢盘整 盘完以后呢 把这个 所谓的 不进步 不共 不共 不 一直不坚决的朋友 像我们这种 自己到监狱里被打 上行 没问题 为了革命 你干 他就在那里 买 好 慢慢慢慢 这个筹码全吸完了 我们的 一进去 所以我这次呢 的确 像WTW啊 我也是 我 我 WTW我倒不是特别看好 因为我觉得他盘很大 但KPL我很看好 但是我真的受不了他这个上下的波动 我反而觉得这个下跌的时候 我有一种被折磨的一种快感 就是希望每天被他套一套鞭打一下 否则太 就是太快了 你知道吗 钱赚的太快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进去了 然后他们原来都赚一倍两倍赚了 很开心 现在怎么形势不对呢 每天还在往下走 我想告诉大家 KBL就是 我认为呢 薛克莱利明年可能会失败 但是我觉得必然有一波大行情能够走出来 我希望大家也跟我跟随 不是说我倔 我只是说KBL比较清晰 他不像Varian Pharmaceutical签了很多事情 然后很多基金啊 这个最大的股东就是 薛克莱利有 280万 对 外面就120万 他要蒸发吧 他现在还不想动 而且他自己已经配了 已经配了 股价已经很高了 现在按照这个算的话 1.6个亿 他可以蒸发10 11600万 但是薛克莱利在新闻稿中 他怎么说呢 他先放300万进去 现金 然后再再给一个commitment 1600万 也就是说自己给自己融资了 所以他自己缺了钱以后 自己给融资 不会对股票有太大影响 我觉得他最后 他也在新闻当中 因为他每一篇的采访啊 我都看 以后我 我们可以转成一个专门团队 他看看他什么时候 今天 今天拉鼻屎 有没有特别不一样 每天他都拿个特性 拿个穿镜子 我看还转播 而且每天有两万能看他看彼此 我感觉 这是一个非非非常有个性的一个 而且他不在乎 薛克莱利说 这个是个国会 说要他来上国会 说 你小伙儿 你犯了啥错误啊 他拒绝回答 我觉得这个很 第三 很多人 他上了媒体 媒体就问 哎呀 你这个涨价什么回事 他说 我不想回答你的 我就回答你很多了 你还反复的问 而且就是一种不拽的样子 我觉得 这种越是这种虐待狂 越是 越是有痘啊 对 就是 就是大家就认为他是个很牛逼的一个model 就是一个role model 就是一个模范 对 追随他的人应该是还会越来越多的 是 而且他这个就是让你来看 每天吸鼻子特恶心 就是吸鼻子 啊 啊 这个我觉得 这个和 这个和比如说和一些一些投资大佬的话 这种所行为形成一个非常性的对比 第一他玩的是小盘 也不是也不是很大的一个盘子 第二 他就是说 我是老大 我怎么七百七十 百分之七十的股份都是我的 我是最大 嗯 然后第三 就是希望大家喜欢他 我我第一个喜欢他 因为我觉得 但我听说这小子呢 就是有一次呢 就是做基金的时候 他原来他一开始呢 证监会还调查他 因为他每次做空这些生化股的特准 嗯 一枪一个 然后呢 就是证监会就觉得 这个timing非常好 是不是有内容内线啊 嗯 后来 而且他对生化股 他其他不懂 他就懂生化 然后他自己存存了一个基金 就做空这些生化股 想不到呢 全部翻船 死掉 亏光 但是他跟投资人说 哎 我投资一家公司 好 那我可以帮你赚回来 后来是赚了六千三百万 那家公司现在是指七十个亿 他占百分之十的股份 哇 但是他和这家公司也惹上了关系 那家公司就说 你把公司的钱股票全去 就是说他们有纠纷 嗯 但是我我听说因为前两前两次刚刚从纽约回来 我听说那边犹太的这种基金经理都跟着他买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很少有右空这一次 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次是一次右空啊心甘情愿的 是我现在买七百股 我这边买五千股 我觉得机会啊 相信我的朋友 呃 我觉得最终会到一百块的高峰 同时呢 我也把这只股票啊 KBIO已经放在我的观察力量当中 对其他都是垃圾 这个是大明星 首先不搞一夜情 第二 他有故事 他有很长的一些故事 第三 他的股票太少了 第四 我觉得 现在一到两个亿的市值 也就是说 呃 到五十块钱的话 就是两个亿 所以我觉得到超过五十块钱 非常困难 嗯 但是随着时间的退役 他会到一百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二十买进 五十抛掉是有机会的 那想想一年当中有多少机会呢 是吧 对 尤其是可以翻仓的这种 呃 这种机会 关键是在股市当中啊 我们需要的就是个机会 对 呃 股市呢 还有投资朋友一定要注意 就是一个drama 就是一个戏剧 一个故事 如果一个股票 他没有故事啊 那么他就缺乏一个生命力 那像KBL 他就是个故事 WTW就是个故事 因为你想想这个 Opera Winchney 为什么他这么胖 对吧 他一参加你们那个 weight watch 他减肥了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火广告 对 而且Opera Winchney 一直在美国艺人海航榜是第一名 他赚钱赚的最多 嗯 所以大家都跟着他 所以我觉得股票一定要有故事呢 才会涨得更猛 就像赵薇一样 随随便便投一个 你跟着他买 就赚了 肯定赚了 你跟着马云 如果马云投一个 呃 就赚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呃散户朋友呢 也是有散户炒股的一个诀窍啊 行 沃尔老师呢 已经把这个 这支股票啊 跟大家呢 产入到观点了 那么接 等日后的这个行情当中 那么我就 呃 通过这个技术面 来支持沃尔老师 那么也希望呢 大家呢 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 风光画节节节节目 那么我们的这个呃 中文投资网的美股黄金VIP学员呢 呃 也关注一下我们对这支股票的一个 一个喊单吧 呃 我觉得大家不要以为说 沃尔说看好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明天就到四十五十 不可能啊 我觉得呃 随着这个大盘啊 我个人不是很特别看好 我觉得前一阶段两个星期的这种疯狂的 这种小盘股的狂炒 呃 基本上是一个顶部的信号 就是说当这个垃圾股横到处横 就今天你赚了十倍 我赚了五倍 这个不是很正常的 而且大家就集中火力炒作四百万的流通盘 所有的非涨的股票 他都有一个formular 就是小盘 第二要有新闻 第三 故事性不性感 如果故事很性感 一定会涨很多 但是这恰恰是恰恰是 大盘见顶的一个提前的信号 我都很担心啊 所以这个股票不排除跌到十块 就看你有没有心态 就看你有没有心态 千万别乱买 因为我每次以前经验少 所以一说哎呀 很多朋友就去买 买了以后亏了 就验身载道 我也欢迎你来做空 因为这个杰老师有做空 赚了十四块钱 三十八块做空 好像二十四块回购 二十五块 是是是 而且有朋友呢 在网上的微信上非常赞扬 说杰老师非常专业的 一个炒股的态度 所以下面呢 我想就是 想跟大家提个醒 赚钱 我们这种 还是我那句话 你是傻猫啊 你自己被掏啊 我说没办法 因为我爱上了这个股票 第二呢 自觉被掏 OK 然后自觉被掏 一定会有大大回报 大智慧 所以人家不是说 吃亏就是福吗 对对对 我们的节目 也一定会越来越精彩 咱们的节目 不输枪枪三人心 绝对不错 现在还有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留给 Will耍水皮以后 可以帮他半个小时 我觉得 我们要把华尔街 疯狂华尔街 说成一个华尔街 每个人都想 看了以后 都常想好 哎呦 这个三十分钟 真好快啊 没有那么无聊啊 又能够听到 华尔街发生的一些趣事 好 这个是我做节目的一个目的 对 好吧 那祝大家愉快 明天呢 再见 拜拜 祝大家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